喝完咖啡想吃冰的话 台中的怪物造型雪花冰 现在台北也吃得到 吸引大批民众到现场排队 不过一份药价也不便宜 要200块 但因为造型很吸睛 还是有不少消费者愿意买单 微淡粉红的冰砖 片出蚕丝般的雪花冰 上头进行放上糖霜和竹炭制成的 五辜大眼睛 赶快斗志的雪藏玫瑰怪物冰 大功告成 一旁的配料也很用心 Q软白玉加上蜜红豆 还有浓郁清香的樱花豆 完整日式风味 直接吃进嘴里 除了外形超级卡哇伊 绵密细致又浓郁的口感 让人想一口接着一口 我觉得没有非常甜 没有非常甜 然后就其实雪花冰一直很吸引我 所以我就觉得还不错 造型很美 我觉得很可爱的 还有吃完的口感都还不错 这个就它很绵的感觉 好 这边四桌的冰桃喽 小心拿写片 这是台中知名创意怪物冰 北上拓点 就连点餐方式都很特别 造型印章情形盖下 就能领取美味的冰品 第二次选定市民大道落脚 双层楼多达80个座位 开业短短几天就吸引不少掏课前来 大家除了尝味道 拿到冰品都不忘先 味光相机 我们那时候去台中没吃到 就想说来台北吃吃看 还不错 蛮好吃的 对于口味 我们有蛮多可以变化的口味 这是有自信的 但是就是在造型上 我们想说怎么样让我们的冰更有特色 所以就从造型着手 对 还有配料 那当然希望来店越多越好 可能希望破千人 抢工冰品市场 业者大玩创意 除了逗趣怪物冰之外 高雄还有业者用新鲜水果 发明三色爆冰 口感清爽 造型又超缤纷 还有为抹茶控特制的雪花冰 结合日式抹茶与台湾高山茶 浓浓香气 配上跳跳糖棉花糖 融化陶克的舌尖 各式冰品花招百出 用创意流人气 为的就是抢工竞争激烈的冰品市场 记得刘耀文葛子刚台北报道 准备了